Hello,大家好 大家到商店裡去買水果或者買蔬菜 大家會發現很多商品上面都貼了一個小小的一個圓的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裡有一個四位數或者五位數的一個數 標籤我們稱作PLU,Price Lookup Code 就是PLU,碼 價格尋找碼 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 超級市場的誕生 人們為了標價區分每個產品 水果或者蔬菜他們的生產方法 以及他們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是用的什麼材料 所以當時就產生了這麼一個code,一個碼 比如同樣都是蘋果,價格不一樣 一種是一塊多,那一種是兩塊多 因為他們生產的方式和方法不一樣 所以才會有大個的不同 後來有一個國際協會叫國際生產標準聯盟 這樣一個IFPS 就是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roduce Standard 國際生產標準聯盟 蘋果來決定這個碼的設置 所有傳統種植方式 用化肥、化學除草劑和防蟲劑、殺蟲劑等一系列化學產品 這樣的產品必須是在3000系列或4000系列之內 比如說蘋果的4016 蘋果它是傳統生產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有蘋果樹 然後用化肥、殺蟲劑 我們生產的用在這裡邊 所以生產的這種叫做conventional 這種就是通常的這種方式生產的水 要是一個有機的水果 那麼他們就加一個9 那麼就是94301 那就標明這個是organic的是有機的 有機的是不能用任何化學肥料 或者除草劑必須是得到權威機構認證的 然後所以這些碼都是reserved 不是隨便可以自己亂給的 後來的時候呢 說又出現了一個新的作物 GMO作物 就是說基因改造作物 那麼基因改造作物呢 他們就開始在前頭給它加一個8 比如說這個哈密瓜 是基因改造過的 那麼它就是8、3、4、2、4 5位數 先頭給它加個8 那麼在基因改造的這裡邊有可能 化肥除草劑 基因改造的除草劑 2012年的時候加州Proposition 37 就是37號提案 當時的呢這個提案呢 就是說要求所有的基因改造食品 必須明確標記自己是基因改造食品 但是這個法案呢 後來被否決了 這個法案被否決了以後呢 那基因改造食品就可以不標籤 不用以8開頭的5位數標籤 那麼它不標籤的情況下呢 它就讓這種conventional的這些食品的生產商呢 他們就選擇了就是一定要標籤 要標記 因為標記了以後 來區別於這些基因改造的產品 這個生產商如果說是它是conventional產品的話 它肯定喜歡是做標籤的 所以說我們到市場上買商品買水果 如果沒有5位數或4位數標記 像這個產品它沒有4位數或5位數的PLU數據 就標籤的產品 就很可能是基因改造過的產品 你可以到一些正規的大的超級商場 你可以看到比如說在costco 或者在一些大的商品 幾乎它的很多水果都有標記 都有PLU碼 寫organic 除了organic還會寫3000幾幾幾 4000幾幾幾 就是有4個代碼 3個打頭的或4打頭的 很少有這些不標籤的產品 但是如果你要上小商店小商場 就會發現有很多的水果它沒有標記 也就是說你到一些商店裡邊 如果你看到沒有標記的產品 沒有以89開頭的5位數標記 或者是以34開頭的4位數標記 它就有可能是基因改造過的產品 aventional的這些產品 那是不是就一定很安全呢 這個也很難說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最髒的水果的排列 那麼第一個最髒的水果的排列就是草莓 第二就是蘋果 每年都是它們排在第一 因為蘋果幾乎是每10天就會打一次噴一次藥 那麼基本上就像是在藥水泡出來的水果一樣 在這個市場上已經已經標明了 就是不同等級的 有有機的 有這個傳統的 還有還有基因改造的 還有沒有標籤的 這些東西 這些很多產品 所以說有沒有商品標籤的PLU數 和這個數倒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數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通過它們我們可以了解到 這個產品的生產的過程 以及它們所用的材料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吃的是什麼 以及對我們的身體的健康的 可能的影響的情況 所以說這個商品標籤不能不看 一定要看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免費頻道 請幫忙點贊和轉發